來,各位老闆,我是佳豪 來,今天介紹的製程的系列產品呢 呃... 客人使用之後呢 心得我們再來重新再回歸一下 OK來,今天有到貨的部分呢 是他的基調母線 那我們聯合的部分呢 採3號跟4號先做一個試賣 因為我們的中南部比較適合3號、4號 那當然說如果說顧客有需求 我們再來慢慢的提升號數 或者是遞減號數 OK,他這邊標榜都是懸浮線 他這邊標榜都是懸浮線 這邊標榜都是懸浮線 但是這種懸浮線呢 他不是完全的在水上 他是大概在水下大概10公分的左右 半成不成 要浮不浮的這種懸浮線 那懸浮線呢 其實呢 他的直線拉力本來就非常的夠 但是懸浮線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今天在線結打結的部分呢 線結做一個綁字的話呢 我會建議顧客可以多繞幾圈 甚至說呢 盡量不要有壓線的產生 不然母線如果是懸浮線 我們以前Shimano那種BVX Floater啊 那種就很容易失敗在線結上面 這邊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來這個是線的部分 他就分成兩個顏色 粉紅色跟綠色 OK全浮線解釋到這邊 OK來我先放旁邊 OK來我們繼續來介紹一下兩倍Q 兩倍Q經過了廣大釣友的一個數據合饋之後呢 他是屬於比較百搭型的一包粉 第一個呢 他除了膨脹以外呢 第二個就是說他裡面還有一些海苔 所以他屬於比較百搭粉 就是說他可以配合很多種 很多種的一些 一些SR底料作為一個配置 就像我們常常常常常常常在講的V9 跟CrayPunk是一樣的類似的觀念 但只是說他的這個料比較多一點 他這個料比較多一點 排材比較多一點 CP值比較高一點 OK來再來呢 最近天氣冷掉黑毛魔力居 這一包呢其實呢來仔細拍一下 製成的粉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經過我目視呢 他的粉都做的比較細 比較細有什麼好處 擴散性比較強 擴散性比較強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廠商呢 其他廠商做不到的地方 OK來 那我們再來下一包白千柚 白千柚是製成賣最久的粉 除了料多實在價格CP值高以外 他這次也在做一個調整就是說 他霧化之後下沉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沒有像之前的這個白千柚 做的霧化之後下沉速度變比較快 然後三合一的部分呢 他就是老實說 顧名思義就是很多的 很多的配方 譬如說我們的這個玉米 麥片那些諸如此類的 顆粒狀的比較多 然後這個霧化啊 這個比較適合在釣什麼 比較深長的 這比重比較高一點 給大家參考 那賣力呢 意思都是他賣很好 其實這兩包 這兩包粉的差異化 硬是要比的話 就是九招 這個就比較屬於MISS版本 就是混合版本 那我介紹大概是這樣 也是經過這兩個禮拜 客人的一個數據回饋之後呢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OK如果喜歡的話 找到我們連人調劇 我們都有提供配送的服務 OK